国立特殊教育学校为了奖励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 在罗东东区福仁社、淡江大学以及北关农场各方的赞助帮忙之下 办理户外教学 学员不但心情快乐 更是学到很多的知识以及记忆 在农场的用心介绍导览 这些特教学生不但认识许多品种的螃蟹 还学会传统小吃超阿贵的制作 大家心情显得非常开心 最特别的螃蟹叫做蟹老板 它非常可爱 你看它的眼睛非常特别 你看它的眼睛可以180度 它是非常可爱的螃蟹 我们正在为蟹老板 这个白板叶就是做茶花柜用的 所以我们做茶花柜除了肉糜 什么肉糜呢 大家吃过鱼饭没有 有 鱼饭的是煎肉糜 这个是盐肉糜 做柜都是用盐肉糜 小孩甘毛和骰子都完全不懂 蒸笼也不懂 所以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用的器皜是什么 用的材料是什么 怎样去做成 让他们体验 贊助经费的罗东东区福伦社表示 深入社区关怀弱势是福伦社成立宗旨 而且透过今天的多元体验 更让学生增广见闻 我们昨天都睡不着 对 为什么睡不着 嗯 睡不着 太开心了 对 对 帝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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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板 好不好 以前有没有看过 没有 今天看 看不开心 开心 今天好高兴喔 为什么 因为可以做 从来没有做过的插柜 劳东东区福音社 每年度的社区服务啊 长期以来都将关怀弱势 做我们主要的工作 啊 今年度再度配合 也让特殊教育学校 主要的目的 就要让学生在一个很欢乐 很轻松的愉快下 学习一些生态方面的知识 那对孩子来说 很少有机会 来这样的场所 也做这样的活动 那孩子们会可以在 亲手动手做的过程当中 学到一些东西 那他们也会知道说 虽然他们行动可能不太方便 可能他们学习的速度 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完成一些东西 那特别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 对孩子来说 都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让他们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有一些收获 然后在这边活动 可以得到很大的成长 另外担任志工的 淡江大学学生认为 在跟特教学生互动当中 不但是特别的经历 更是很好的学习 带特教生 然后跟他们一起做 一方面自己动手做 然后感觉 感觉就很新鲜 然后再加上跟着他们一起做 就是感觉更特别 对就是很特别的经验 我们这门课是我们淡江大学 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专业智能服务学习 那我们每年有 学生参与这门课程 那从服务中去学习到一些 专业的知识 那我们其实长期以来 来跟宜兰特教学校服务 那学生出来学习 基本上 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他学到更多 那也体验到在地的一些文化 像今天的那个做插花柜 那对我们的学生来讲 也是很新鲜 特别能够跟这些特教生 这样子一起活动 一起成长 那对我们的学生 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 特殊教育学校 除了感谢各界的协助 也希望更多团体企业 加入这项爱心关怀行列 宜兰兄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